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我们,有着太多太多可以言说的故事,扫鹿和捅中国的琴,巨匈奴,威四海的汉,吞巴林,这欧亚的园,这些表品实测的辉煌,鼓舞人心,催人奋进,与此同时,就拿手阔步行走,在逐梦圆梦争途中的我们。 更不应忘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,中华儿女历经的屈辱与磨难,一个伟大的民族,一个强盛的国家,从苦难中走来,也必将走向更加璀璨的未来。 上《苦难篇》,当湖门上空的硝烟还未散去,西方的尖传绿炮已经野蛮的,敲开了我们九币的国门。 自从,东方的巨龙沦陷,为豪强劲相争夺的猎物,古老灿烂的文明,被践踏的距离破碎,这一刻,我们听见了祖国母亲撕心裂肺的哀嚎,外悔不绝,内乱平天,诸禄军伐,歌剧混战,未见驱除达鲁,大文图探生灵,神舟大帝,战火四旗,马木创仪。 这一刻,我们听到了祖国母亲撕心无言的身影,夜幕之下,柳条湖畔的一声巨响,最而小国将四万万中华儿女,拖进了惨绝人寰的令狱,一曲松花江上,唱进了国破家王的屈辱,一首《黄河》大合唱,合出了屈逐日寇的豪迈。 这一刻,我们听见了祖国母亲气壮山河的呐喊,下,辉煌篇,今秋十月,天安门城楼上,一位伟人庄严的向全世界高声宣布,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,举国沸腾,外民欢呼,熟血的五星红旗,高高飘扬在华夏的每一帮土地。 这一刻,我们看见了祖国母亲浴火涅槃的重生,春雷乍小,古兴之年的老人,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,复国的故事就此上演,敞开的国门,让世界了解了我们,我们也走向了世界。 这一刻,我们看见了祖国母亲抵律半斤的勃发影子。 世纪之初,大国剁手,高瞻远主,运筹帷幄,波勒强国强军的金丘蓝图,绿水青山营销美好家园,精准扶贫汇集一万乡亲,全面小康出手可计。 国产航母建成下水,尖二世飞舰猎庄,从塞外漠北到海岛边防,众将是一派练兵吗? 这一刻,我们看见了祖国母亲傲视群雄的风范,69载风雨,69载建成,祖国母亲,您理经苦难,您终将辉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